的动作 好 我先给你看一下 你先不用照着去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 我这个是已经惯了很多年 但是它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的改版 好 你看 假设我现在还没有更新 我现在开的是 等于说上个月的版本 好 我就快速点两下 就是Power BI Desktop的执行程式 我稍微等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这个Power BI 然后在我的右下角 好 这个画面叫起手画面 通常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个新的资讯 这边都有很多资讯 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好 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就关掉 关掉之后 右下角 你有没有看到 已有更新可供使用 按一下即可下载 有看到吗 在右下角这边 右下角这边 好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你们到时候要学会 而且这是Nobook专属的功能 放大 局部放大 请问一下 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是不是有放大的功能 对不对 好 这个 这套软体有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直接是拿Power BI 来去讲 讲说故事给别人看 所以他直接提供你 整套软体的放大 可以吗 你看这几个字够清楚了吧 好 怎么操作 很简单 你的滑鼠会不会放大 会吧 对不起 不是滑鼠 你的手机会不会放大画面 会要一样的操作方式 可是 线 笔电 只有笔电才有TouchMometer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你要缩小 缩小就 就是两只手指 一样的方式缩回来 可以吗 好 这个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 就是说 操作上面可能稍微请各位注意 好吧 那我现在他是说 已经有更新了 所谓更新的意思就是 他又提供你新的版本 所以 我这边我就先关掉了 我就不直接点他 直接点那个右下角 可以直接进行软体的下载 因为我刚刚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 我就直接把它安装好 刚刚是不是请你们进行安装 所以我现在呢 我就直接把刚刚这个下载好的程式 快速点两下 你看我连 移除都不用移除 因为他在安装的时候 他会自动检测 如果你已经有Power BI这套软体 他就直接把你移除掉 可以吗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因为原则上你们的电脑 应该已经有做了这件事 所以我只是请你 刚刚又在特别再重新做一次 让你体会一下软体的一个安装 好 然后点选 是 刚刚你们就做这些事情了 这样子 就是 等一下会跑出来 下一步 那个可以按的按钮 你就点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就把它给做完 这样是不是就软体就下载 安装好了 好 那 我接下来就逐步的来去完成这件事 那一定会说 现在他在做什么 现在是不是他花了比较久的时间 他到底在幕后做什么 首先是不是要把原本已经有的Power BI给移除掉 对吧 好 然后 然后移除掉 再接下来他才能做安装 好 所以他就在做这些事 所以这些事情都已经慢慢变成自动化了 你知道未来 未来这个视觉化分析会变成 你直接告诉电脑说 例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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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就是 底变 请打开Power BI软体 电脑就自己开了 他要先听懂我说的事 然后接下来 我想要看那个历年进口资料 直条图 分析 然后他就直接画好给你看 听这种我在讲什么吗 画图已经变成电脑自己可以做的事 你觉得电脑能不能自己画出直条图 可以吧 这真的不是很困难 难得是什么 画好这些图要分析 可以吗 你看在这边 他就 我都已经 掰扯了一些话 你看还在执行中 对不对 我还没有办法按一个下一步 你们都装好了吗 请问还有没有谁没有安装好的 我刻意先闻先做这件事情 原因就